那其实关于衰老呢 可以说是一个永恒无变的话题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 上生物化学课的时候 我们讲到DNA的时候呢 老师就会问我们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同学们 你们猜一猜 我们人最长可以活多少岁 那我们就抢答 那有的同学呢 就回答说100岁 有的说120岁 还有的说150岁 还有呢喊300岁 那后来呢老师呢 就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 如果呢我们从受精卵开始 就保护好我们的DNA 保护好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活到3000岁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感觉怎么样 我就记得当时呢 我们的课堂啊一片哗然 整个课堂都沸腾了 那我当时呢我的脑海里呢 漂浮的场景呢 就是街上呢到处都是 千年老妖的身影 说实在话啊 其实林一老师呢 还是很希望能够做千年老妖的 那这堂课呢 在我的记忆当中啊 印象是很深刻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记住了 牢牢地记住了 我们人的衰老 与我们的细胞 与我们的细胞里面的DNA 是密切相关的 那其实呢我们发现呢 现在我们人呢 对这个衰老的研究是很多的 而我们今天呢 主要呢是围绕着 引起衰老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 细胞衰老 第二个 激素失衡 第三个 身体各个功能的衰减 这三个方面呢 来看一看我们衰老的 它的这个迷在哪里 以及呢 我们如何通过Viva的优质产品 来帮我们解决这个衰老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首先来聊聊细胞 那我想大家呢 对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呢 是全球啊 都在关注的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 那有一些人呢 感染 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有些人呢 休息几天就好了 有一些人呢 在医院里面治疗后呢 也全疫了 可是有些人感染了 在医院里面治疗了 还是死亡了 这个最主要还是跟 它的免疫力有关系 而免疫力 它的强和弱 跟免疫细胞 密切相关 而免疫细胞 就是我们细胞当中的 其中一个 那我们的人啊 都是由 60到75兆 一个细胞 组成的 我们每天都要吃三餐 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 它的营养素呢 就是供给给细胞的 那细胞得到营养以后呢 它就要开始进行运作 那运作好的话 我们讲细胞健康了 人就健康 反过来 细胞生病了 人就会生病 如果我们人生病的话呢 人就容易会衰老 那现在研究呢 发现呢 细胞衰老的原因很多 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那科学家呢 经过呢 大量的研究发现呢 细胞衰老的核心之一 就是跟内德加水平下降 是相关的 内德加 它全名叫 烟腺胺 现飘零 双核肝酸 那我们把它呢 比较通俗的叫 辅煤医 听到这个辅煤这两个字呢 就知道呢 它是跟煤相关的 其实我们人体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化学系统 例如我们吃鸡蛋 得到了鸡蛋当中的 优质蛋白 那这个优质蛋白呢 到了我们人体内呢 我们就需要呢 蛋白酶 来把它分解成为氨基酸 然后呢 这些氨基酸呢 又重新呢 组合成我们人体 需要的蛋白质 而这个过程呢 它是很复杂的 都需要酶 和辅酶来参与 那内德加呢 它是参与我们人体内呢 上千种的氧化 还原的煤反应 它起到呢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内德加呢 它很重要 可是我们发现呢 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迅速的下降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左边的这个图片 那这个呢 是我们呢 在婴儿 在婴儿呢 还有呢 青少年时期 整个的我们身体里面 内德加 它水平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刚开始的时候 内德加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内德加呢 它在我们体内的含量 是非常高的 可是当我们到了 30岁以后 内德加呢 它在我们体内的含量呢 就会迅速的降低 那它这样一降低的话呢 它作为辅媒的作用化 例如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细胞当中 线粒体的活性的 那我简单给大家讲讲 什么是线粒体啊 那么线粒体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 它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 能量工厂 那我们吃均婴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吃了米饭啊 这些食物呢 它就要转化能量 在细胞里面转化能量呢 就要运送到线粒体 这个能量工厂里面呢 让它转化产生能量 那如果 那德加 它在我们体内 变少了以后呢 我们细胞当中的线粒体呢 它就会降低 那我们的细胞呢 能量就不够 能量不够呢 就会捏捏的 那整个功能发挥不了的话呢 就容易会引起我们身体呢 出现一些功能的改变 甚至会出现衰老 那这样周而复始呢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呢 就是我们衰老和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我们整个的 在我们看一下整个 那德加 它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我们发现呢 其实那德加呢 它的发现呢 是将近在一百多年前呢 我们就发现了 那么对它的研究 也是维持了百年的时间 大家从这个图 您可以看到 有很多科学家呢 是因为研发这个 那德加呢 它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就 那同时您会看到 有三位学者 他因为研究那德加 而取得了诺贝尔奖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市场上呢 是看到了许多的 抗衰老的产品 这些抗衰老产品 它有证明吗 但是你会看到 那德加 它是由获得了诺贝尔奖的 这些专家学者研发的 证明了它的功效的 所以我想 大家在用到我们NN的时候 你的内心的感觉 是非常自信 和自豪的 那我们呢 把那德加呢 称为人类长寿的 关键基因密码 大家思考一下 它这个名字 人类长寿的 关键的基因密码 那我们为什么会给它 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 从下面几个方面 来看一看 那德加 它的神奇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那德加呢 它可以呢 给我们人的细胞 充满能量 那我们人所有的 一些活动呢 也是离不开能量的 那大家看啊 林老师 站在这里 给大家去分享NNN 我在讲NNN的时候呢 我会边讲 边思考 我还要做一些动作 所有的这些 都需要能量 我们可以想象啊 我们的细胞 它就像一个汽车 汽车要飞奔的话 除了要有燃油之外呢 还需要点火 才能够提供动力 那那德加呢 它就像点火器 啪的一声 把这汽油点燃了 它燃烧 产生能量了 那我们整个细胞呢 才能够发挥作用 那同时呢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呢 其实都有 一个一类的基因啊 这类基因呢 它是个大家族 它的名字呢 叫长寿基因 那这名字呢 听起来有点玄乎 那大家呢 就可以把它 这个长寿基因呢 把它想象成 管理员的角色 那它是一个大家族 它有七种不同的 长寿蛋白 一个大家族 从一号到七号 它们七个都是管理员 它们管理着 我们身体里面呢 每一个不同的 跟我们这个年龄啊 跟健康 跟长寿相关的 这些细胞的功能 但是我告诉大家听啊 这个家族呢 它这些成员呢 有一些人呢 它会偷懒 它会呢 我们把它叫呢 休眠 睡觉 那它休眠 睡觉了 它就没有办法呢 很好地管理 我们的细胞 让我们的细胞呢 健健康康的 让我们的细胞呢 真正的去干活 真正的发挥作用 它没有管理好的话呢 有些细胞 有可能呢 它这个功能就会变差 它就会生病 这样我们的人呢 就会 这个细胞啊 它就会提前衰老 甚至呢 雕亡 那大量的研究 就表明 这个Net加 四媒一 它是可以激活 整个长寿蛋白家族 就是这七个管理员 它全部把它管得好好的 让他们呢 积极起来 不能偷懒 管理好我们的细胞 不让他们呢 轻易地出现问题 那这样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很好啊 我们的细胞管理好了 细胞健康 我们人健康 那我们衰老的脚步呢 自然呢 就会放慢了 那Net加呢 还可以呢 激活我们身体的 免疫系统信号 这个呢 听起来 有点专业 不好理解 那林一老师呢 就举个例子吧 那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遇到了 新冠病毒 这个敌人 他要入侵到我们的身体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 这个免疫系统 它反应很迟钝 它信号传递很慢 就有可能呢 让这个病毒啊 长驱之路 哗的一声 入侵到我们的肺部 到肺部到了身体 我们的免疫部队 才有所反应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免疫系统 信号迟钝 那这时候呢 你的身体啊 已经损害了 后果 难以想象 这时候 Net加 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呢 我们发现呢 Net加 它可以激活 我们的免疫系统 信号 怎么理解呢 就是一旦发现了 这些病毒 新冠病毒啊 等等这些病毒 马上吹哨子 哗的一声吹哨子 全体总动员 然后呢 派出免疫部队呢 去消灭这些病毒 所以说呢 Net加呢 与我们的免疫力呢 是力气相关的 大家可以想到了 我们免疫力强 生病少 那同样 也不容易衰老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刚开始说的那个 我在大学的那件事情吗 我们老师说了 如果说呢 我们细胞里面 我们的细胞 包括我们的细胞的DNA 它能够从受精软的时候 就它是个受精软细胞的时候呢 我们就保护好它的话 我们可以活到多少岁 还记得吗 可以活到3000岁 那细胞里的这个DNA呢 它名字呢 叫脱氧核糖核酸 那它是专门携带 这些 我们讲携带 这个遗传信息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身材 我们整个人呢 都跟我们的父母呢 长得很像 就是因为DNA 携带了父母的 这些遗传信息 传到了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呢 我们长得跟我们的父母很像 那DNA呢 它不仅仅呢 说是这个携带 遗传的物质 同样啊 它也是我们细胞的核心 正因为它的地位很重要 它是细胞的核心 所以啊 我们的DNA呢 经常会被很多因素去干扰 去破坏 那DNA被破坏 被干扰了 它需要怎么样呢 就像我们人 被外面吵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安定一下 或者我们受伤了 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修复一下 那DNA同样的 它呢 也需要一个自我修复 自我稳定 而它这个很重要的过程的话呢 是离不开一个很关键的酶 这个酶的酶 这个酶的酶的酶呢 也是挺专业的啊 它的酶的酶 它的酶有点长 PARP的 它唯一的底物 什么意思呢 就简单这么理解吧 就如果没有NED加的话 就没有办法合成这个DNA的修复酶 PARP 那DNA没有这个酶的话呢 DNA呢 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自我修复 它就不稳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细胞健康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那我想呢 通过刚刚的介绍 那大家有没有对NED加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有没有对它的重要性呢 一目了然呢 是不是很想很想 补充这个NED加 来让它发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处啊 那可是呢 我们发现呢 这个NED加呢 它的分子呢 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 想说通过外部的补充 直接补充进来 让它进到身体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 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细胞内部的 因为我们的细胞膜 它的通道 我们讲就像一个 小小的一个巷子啊 它这个通道很窄 窄到只有几个纳米 那这个NED加呢 它的分子量呢 特别的大 它是没有办法呢 经过这个细胞膜通道 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部 那NED加它不能 进入到细胞内部的话 就不能呢 对我们的人体呢 产生效果了 那经过大量的研究 大量的实验 那科学家呢 也在不断的一个寻找呢 经过一般的寻找以后呢 就发现了 NNN 是最适合人体 进行补充的 NED加的物质 就NNNN 那NN呢 它的这个名字呢 叫做烟仙胺 单核冠酸 那我们就发现呢 NN它的分子很小 所以呢 它想进入细胞膜的时候 那细胞膜通道 虽然很窄 但是NN它是可以呢 通过这个通道 进入到细胞内部的 那我们研究就发现了 那我们人呢 口服了NN10分钟以后呢 就发现它已经 在血液当中 就可以测到了 它已经进入到血液了 那30分钟之后啊 它就会被人体吸收 同时呢 还会转化成为NED加 来发挥作用 那NNN是不是特别好呀 那其实我告诉大家 NN呢 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它本身在我 它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本身存在的一种成分 我们平常吃的很多的食物啊 包括牛肉啊 包括虾啊 等等的这些食物当中 它都含有NNN 那我们在想 知道了它的好处以后呢 我们在想 那如果我们想 NED加很好的发挥作用 我们就要补充多点NN 让它在身体里面呢 转化成为NED加 来发挥作用 那我们直接从外界补充NN 是不是真的可以发挥 这个抗衰老的作用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遗传学的教授 他是哈佛大学的遗传学教授 David Sinclair 那他就专门是研究抗衰老的 那通过实验呢 他就发现了 补充了NN呢 它的确呢 能够很显著的提高 NED加在我们人体内的 这样的一个含量 那他还要看 含量增加了 那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接着呢 他又进行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他是怎么样做呢 他就选那个小鼠 一般我们呢 去做研究都是选择小鼠 那这个小鼠呢 他的年龄呢 是22个月 这22个月的这个小鼠呢 他的年龄呢 就相当于我们人的60岁 那David Sinclair教授呢 就给这个小鼠呢 就补充 就服用这个NN 7天 那么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他还不断地去给这个小鼠呢 小鼠啊 做这个体检 检测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就发现了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小鼠的身体状况呢 不断地发生改变 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 他发现这个小鼠的血糖 原来血糖不稳定 血糖比较高的 那就发现这个小鼠的血糖呢 逐渐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 因为呢 NN能够呢 转化成NET加 然后呢 NET加呢 就会让这个小鼠不断老化的 一线功能呢 逐渐恢复到正常的功能 那大家有没想想 其实在现在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譬如现在我们在中国 糖尿病的人群 是非常多的 那不仅糖尿病的人群 包括我们讲到 一线功能 受损的糖耐量异常的人群 也是非常的多 但也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启发 那最后呢 到了实验结束的时候呢 Davidson Lab 博士就发现了 这只小鼠啊 逆龄到了六个月 就从22个月呢 逆龄到了六个月 这六个月的小鼠啊 它的这个年龄 是相当于人类的 二十岁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服用了NN之后呢 它从六十岁 逆龄到了二十岁 我想在看直播的 微网的家人们 假设你可以从六十岁 逆龄到二十岁 是不是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那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呢 Davidson Lab 教授呢 他就把这个研究呢 就公布出去了 那一时间呢 就关于这个逆转衰老啊 反老黄童啊 等等的这些新闻呢 就非常的热烈 成为了新闻的 这样的一个热点 那同时呢 Davidson Lab 教授呢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 这个研究 这个抗衰老的研究呢 他就能获得了 这样的一个荣誉 他被呢 美国时代周刊 就是Terms 在2014年的时候呢 评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 一百人 那其实呢 除了这个Davidson Lab 教授呢 那包括呢 这个关于NNN的 这个功效呢 也获得了八位 诺贝尔奖得主的 一个公开的支持 那同时我们还发现呢 那么与此同时呢 其实对于NNN的研究呢 一直都在进行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了解到的 一个比较新的一些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 那日本的庆域艺术大学 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现呢 NNN可以使失活的 衰老的干细胞 重新获得分化能力 成功恢复这个干细胞的活性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干细胞 有没有一个认识 其实呢 你可以想象这个干细胞呢 可以把它 我打这个比喻 例如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 叫我们的母细胞 那干细胞呢 就我们身体里面呢 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功能 那所有的这些 不同功能的细胞啊 它都是由干细胞分化得来的 那如果说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干细胞 它 我们把它抗衰了 让它恢复青春了 重新获得分化的能力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呢 健康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健康的细胞 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呢 是在2019年3月的时候 由日本的青英艺术大学 他们发表的这个论文 那同样同样一年吧 就在2019年的6月 那华盛顿大学呢 同样也发表了一封 一个研究 发表在这个细胞代谢 这个杂志上的 那它证实了 NN是可以延长小鼠的 一倍寿命 而且呢 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呢 就发现这个小鼠 整个外貌呢 都显现出一个 年轻化的一个逆转 那除了这些研究呢 我们还发现呢 在全球的四大顶级的 科技期刊 像Science 科学 还有呢 细胞代谢 包括Nature 包括Cell 这四大顶级期刊上面呢 也发表了上百篇的 关于NN抗衰老的文章和论文 就更加确切了 NN在抗衰老方面的一个作用 我想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米瓦家人们 对NN有进一步一个 很确认的一个认识 它的抗衰老的作用 是得到了全世界 科学界的一个认可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NN这么好 那什么人会用它呢 那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宇航军NASA NASA呢 它就将NN作为宇航员的 抗辐射和DNA的一个修复方案 这怎么理解呢 它就说宇航员要进太空的时候啊 这个NASA呢 它就会让宇航员 来你带着NN 带它进太空 作为它在太空日常的一个补充 营养的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发现呢 宇航员它进入到太空之后 它会进行大量的一个太空行走 那在太空行走啊 做研究的这样时候呢 这时候呢 太阳它产生的高能辐射 会对它们的身体啊 产生巨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NASA呢 就让宇航员它们补充NN 因为NN呢 是可以帮助它们呢 修复什么呢 修复太空辐射 对它们身体里面 细胞DNA的一个损伤 那还有一个 我们发现宇航员呢 在这个太空失重的条件下 那由于它失重呢 这个肌肉呢 它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 就会出现呢 肌肉萎缩 那还发现呢 NNN它是可以改善 这个宇航员在失重条件上 失重的条件下呢 肌肉出现萎缩的一个情况 那还发现呢 NN是可以减少宇航员 因为太空质射 带来的一些癌变的 这个可能性 那为了表彰这个NN 对于宇航员 它这个身体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修复作用呢 NASA呢 就将ITEC科技奖呢 是颁发给了 NN研发团队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在中国我们的宇航员 像杨立伟啊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那每个国家的 这个宇航员呢 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 宝贵的一个资产 那能够被这个食品 最高标准的航天局认可 而且被指定成为 宇航员健康使用产品的话 可见NN的安全性 以及它的强大功效 那在直播间的Viva家人们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 其实我们看到在市场上 有各种各样的NN产品 那我们的Viva呢 一直秉承着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理念 那我们的NNN 跟其他的产品来对比的话 我们有没有什么 更突出的优势呢 那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 那么我们Viva 至尊版的NN呢 它不仅添加了NN 而且它添加的是高品质的 高含量的NN 那么同时它还添加了 新一代的白黎卢醇紫痰奇 那么紫痰奇呢 它是白黎卢醇的一个 天然类似物 那么我们发现呢 它比白黎卢醇的一个 生物利用力度 包括呢 抗肿瘤活性呢 更高 高出五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紫痰奇 它 我们来看一下紫痰奇 那么紫痰奇呢 我们就发现呢 它在日常当中 有一些食物呢 含量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就看到紫痰奇呢 它含量比较高呢 主要呢 是在蓝莓的果实里面 而白黎卢醇 大家比较熟悉了 那白黎卢醇 主要在什么食物当中 含量比较多呀 没错 就是葡萄 那大家可以先试想一下 蓝莓果和葡萄 在市场上面的一个价格的 大概对比 包括它的珍惜程度 也能猜出 它们俩之间 水更优秀了 那么根据国内外 多所的医学研究机构啊 就发现了 其实紫痰奇呢 它有非常突出的 非常领先的一个 美白 抗氧化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研究就发现呢 它有这四大方面的一个作用 那首先呢 紫痰奇呢 它是可以呢 对我们的皮肤来说 它有很好的一个美白作用 因为呢 它可以在皮肤当中 抑制我们黑色素的一个 形成 它这样的一个 美白的一个效果 抑制黑色素的效果呢 甚至呢 超过了被称为 美白黄金的光干草定 同时我们发现呢 因为紫痰奇呢 它有很好的 抗氧化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呢 减少我们皮肤当中的 这些细胞 它被氧化以后 产生的一些 衰老的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讲到 它对皮肤的一个 美白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那第二个我们发现呢 紫痰奇还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呢 它是可以抑制 我们体内的 洛氨酸霉 那我想对于皮肤啊 对于美容 比较关注的这朋友呢 你可能这个霉的名字呢 会比较熟悉 那林依老师呢 对这个洛氨酸霉的名字呢 也很熟悉 因为呢 在我们在学这个 整个美白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了 洛氨酸霉呢 它是黑色素 合成的一个 关键霉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霉多的话 黑色素形成就会多 反过来 这个霉少的话 那么这个黑色素 形成就会少 那皮肤就会美白 那我们就发现呢 紫痰奇 对于这个洛氨酸霉的 一个抑制的 一个情况呢 它的这个抑制的 这个程度呢 是明显优于 其他的这个美白原料了 所以呢 听到这里呢 就是又想美 又想美得更久一点的朋友呢 您就可以留意了 我们的紫痰奇 对你的皮肤 有很好的这样的作用 那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紫痰奇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刚刚我们讲到 紫痰奇的作用呢 主要呢 是针对皮肤当中 比如说黑色素的一个形成啊 若氨酸霉的这样的一个抑制啊 它起到内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调节作用 而现在我们讲到 磁痰奇的作用呢 讲的是对外的 就我们全身皮肤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都会暴露在空气当中 你看不到的 空气当中呢 我们讲主要就是氧气 氧气当中有非常非常活跃的 氧自由基 那它就非常不稳定 就像我们讲到经常在街上呢 可能看到一些坏人 坏蛋一样 它很不稳定 它会直接呢 去攻击我们的皮肤细胞 那我们的皮肤细胞被攻击以后呢 皮肤细胞呢 就会出现各种状况 比如说一些皮肤细胞呢 受损以后呢 我们的皮肤就会没有弹性 摸起来呢 黏巴黏巴的 那还有呢 甚至呢 这个皮肤细胞它受损以后呢 整个皮肤就会塌屑 皮肤就会出现呢 摸起来手感很粗 老化 还会呢 产生皱纹 这样呢 我们的皮肤呢 它的氧化呢 就出现 被氧化以后呢 就出现了损伤 那我们的Viva家人 你可以放心了 那么紫檀奇在这里呢 对于我们的皮肤 有非常卓越的 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对抗自由基 保护好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由内到外呢 突破线灵 不是梦 那讲了这么多 关于NN 它的一个作用 关于此檀奇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要看 真正的 我们的这个 大家非常喜欢的 Viva的NNN至尊版 这个产品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市场上 同类产品的一个对比 我们有哪一些优势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 我过来一点 免得挡着大家 那其实对于这个表呢 信息量其实是蛮大的 包括从价格啊 给到我们的信息是很多 信息量也很大 价格啊 每一瓶的含量啊 纯度啊 等等之类的 那我想告诉大家 看这样的一个产品比较 我们关注点是什么 那其实如果我们要评价 这个产品 它优质与否 就是好 还是不好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关注 我们产品里面的 关键成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Viva NNN至尊版里面呢 它的NN 每一粒的含量 是100毫克 而净品是多少呢 净品呢 是每一粒才75毫克 那我们每一瓶的NN 它的这个总的含量呢 是6000毫克 而净品呢 每一瓶才2250毫克 远远低于我们的 NN至尊版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NN的纯度 那我们发现 我们的NN的纯度呢 也是高于净品的 那还有呢 我们的Viva的NN至尊版呢 每一瓶 别忘了啊 我们还额外添加了 3000毫克的子弹器 就是每一瓶里面 3000毫克的子弹器 那我们整个的 我们的NN这个至尊版呢 它的抗衰老的作用 可以说是从油内到外 来增强我们的抗衰老的一个作用 可以说是多重提升抗衰老的效果 您可以发现呢 净品它是没有添加子弹器的 那其他的比较呢 我就不一一说了 大家一看 也是非常清晰了 那我们今天呢 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NNN 它是如何帮助我们 延缓衰老的一些具体的机理 那林老师呢 今天也给大家讲了 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还有很多专业的名词 那么信息量呢 也比较大的 那我接下来呢 我用九个数字 大家听就好了啊 九个数字呢 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九个数字其实很好记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一是什么呢 一指的是 在我们的NN当中的 这个核心的成分 它的功效 就是NN 它可以帮助我们呢 延缓衰老 保住我们的青春 这是一指的是NNN 那么二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猜到了 二呢指的是 我们里面呢 含有两大成分 NNN和子弹器 好几把 三 三是什么呢 三呢 是告诉大家听 世界上呢 有三个著名的高等学府 他们都做了 这个NNN的 抗衰老的这个研究 那么同时呢 这些研究论文 都发表在著名的期刊上 这三大高等学府呢 就是哈佛大学 日本庆英艺术大学 还有华盛顿大学 他们都做了 这关于NN抗衰老的研究 那其实呢 我想跟大家讲这个呢 是告诉大家听 当我们在分享一些 我们感觉比较专业的 比较好的产品的时候呢 这些专业的 这可以增加我们的专业度 让您的顾客呢 更加的幸福 我们的专业水平的 好 讲了 一 还记得吗 指的是我们里面的 核心功效 就是NNN抗衰老 二 指的是我们有两大成分 NNN和子弹齐 三 指的是有三大高等学府的 这个研究 来确切 它的抗衰老的 这样的作用 四是什么 还记得刚刚有没有讲到 四大顶级期刊 没错 就关于NN呢 有上百篇的这些论文呢 都是呢 发表在 这四大顶级期刊 像科学 细胞代谢 自然 和细胞 那么我想 告诉大家 如果呢 如果我们的Viva家人呢 你想更好的去了解的话呢 您可以去查一查 这四大期刊 那其实呢 在业界来说 是非常知名的 就如果你这个论文 能够刊登在 这四大顶级期刊上 说明你的研究 它的这个是得到 很多专家的一个认可 和确切的 那五是什么呢 五的话呢 是指的是在我们国内 五千块钱 可以买两瓶 那么六是什么呢 六呢 指的是我们 戴威辛克莱尔教授呢 他做的那个小鼠的实验 我们叫六零二零 就相当于什么 那个小鼠呢 它就相当于呢 从我们人的六十岁 面临到了二十岁 这是六的意思 七 七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 林老师在讲到这个 这个加的时候 提到 那的加 它可以激活一个 长寿蛋白家族 这个家族有多少 七个长寿蛋白 我们全都可以激活它 就是七大长寿蛋白 那的加都可以激活 那八呢 指的是 八个诺贝尔奖得主呢 都支持NN的 抗衰老的一个作用 那最后一个数字 九 就是我们发现了身体里面 百分之九 十岁衰老 有关的问题 补充了NN之后呢 都可以得到改善 我不知道林老师 给大家总结的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九个就是今天 关于NN的这个 重要的信息点 大家记住了吗 那所以我们说 那么对于NN来说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延缓衰老的 那么它的这个 就破解了我们衰老的 这第一个密码 就是我们讲到的 NN 维护细胞健康 那我们细胞健康 细胞年轻的话 我们人就会年轻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人衰老的 第二个方面 我们就发现 人衰老的话呢 其实跟这个激素 是密切相关的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激素 比如说对于女性来说 它在这个性激素 磁性激素 分泌呢 减少的话呢 你会发现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 系统 比如说更年期症状啊 等一类的 那激素失衡的话呢 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 一个紊乱 从而呢 会容易呢 引起衰老 加速我们的衰老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Viva的家人 您可以放心了 因为在Viva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爆品 我们叫它蓝美人 就是我们的Viva的HGH精华素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轻松应对激素失衡 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的蓝美人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HGH 那其实呢 HGH呢 它是这个 人体生长激素的英文缩写 因为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美国的家人 它其实就是Human growth hormone 就是人体生长激素 那这个人体生长激素 HGH呢 它主要呢 是我们的脑垂体分泌的 也是我们人出生以后 我们整个生长发育 最主要的 就促进这个生长发育 最主要的一个物质 那因为呢 经过那几十年的研究呢 就得到确切的证实呢 这个HGH呢 它是可以延缓衰老 逆转衰老的 所以呢 HGH呢 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青春素 所以以后大家听到青春素的时候 就知道指的是HGH了 那HGH呢 它其实是很特别的 它跟其他的这些激素 这些荷尔蒙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他的这些激素啊 它每天呢 基本上都是以固定的一个速度 固定的一个速率呢 去分泌的就一天二十小时 每个小时都是分泌这么多 比较固定的 那HGH它怎么个特别呢 那我们研究就发现呢 我们的这个脑垂体呢 它每天呢 就全天呢 它是不断的分泌 但是呢 分泌的量呢 是很少 就分泌HGH的量啊 是比较少的 有一个时段 是分泌最多的 就是我们晚上 熟睡以后 就是我们入夜以后 到了晚上熟睡以后呢 一两个小时之内呢 这时候呢 HGH它的分泌量呢 是达到我们人 这一天当中的最高峰 而这最高峰 最高峰的这个分泌量的话呢 是一天当中 其他时段的分泌量 没有办法比你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 晚上的休息非常重要的 同时还要告诉大家 不仅是休息 你这个睡眠质量要高 睡眠质量高 你HGH分泌才会多 那这是HGH分泌的 第一个首要的保障要素 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包括林老师 还有包括呢 可能在听直播的 有些朋友啊 就有点担忧了 因为呢 可能有些朋友呢 他会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睡得晚 还有呢 包括呢 睡了以后呢 老觉得呢 好像是老醒着 深度睡眠很短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等一会呢 林老师呢 还会给我们的Viva家人们 来介绍另一款 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Viva的R2 换星 输您 它是给方道理 解决您的睡眠问题的 我们回到 回到来 讲这个HGH 那HGH呢 它对于我们整个的 内部密的系统啊 调节呢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发现呢 这个HGH呢 它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一样的啊 它也会呢 逐渐的减少 而HGH呢 它的分泌减少呢 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在我们左边呢 有一张图啊 这是一张曲线图 那这个图呢 就告诉我们听 我们人体当中 这个HGH 它的分泌量 在我们整个人 一辈子当中 它的一个分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看到呢 HGH呢 它的分泌量呢 在我们儿童时期呢 是最多的 那我们18岁的时候呢 就达到了一个顶峰 医生当中的顶峰 那我们从21岁开始 大家留意啊 叫21岁开始 就开始下降了 这个速度呢 是以每年1.5%减少 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去降低的 那到了我们30岁的时候啊 我们人体内的 HGH的分泌量 已经降到了 18岁时候的70% 那当我们60岁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个HGH啊 已经不如 儿童时期的10% 那到了我们80岁的时候 这个HGH呢 5%都没有了 可能就只有1% 2%了 那其实对于HGH 我们讲到呢 它对我们人体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把它叫做呢 全我们人体啊 全身这些内分泌系统的 一个统算 那这也是经过研究发现的 那其实早在1963年 那瑞士的科学家叫 波克 波克汉顿 他当时呢 就已经发现了 HGH呢 它缺乏以后 对于我们人的一个影响 那他呢 有那个 很多病患者 这个病患者 他就发现了 这病患者呢 他切除了脑垂体以后呢 就发现了 他整个人的身体的各个的机能都变差了 就显著的变差了 例如说发现呢 他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 降低了 他这个心脏的 就博出博血的量啊 包括心输出量啊 包括血容量啊 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 我们讲到的代谢的这些机制呢 他不是显著的变差了 那于是呢 这个科学家 波克汉德呢 他就给这个 切除了脑垂体的这些病人呢 就给他补充了 HGH 就发现了 这些指标呢 就逐渐的得到了恢复 所以呢 研究就发现呢 在我们脑垂体的功能变差的时候 最早分泌 减少的 是 HGH 它减少了 接着呢 才是其他的一些激素 像什么 粗性激素啊 还有 粗甲状腺素啊 等等之类的 那因此呢 他就告诉我们听了 HGH的 分泌减少 是我们人 一系列激素 所有这些激素 分泌减少的 开始 也告诉大家 HGH呢 它在我们整个人体的 这个分泌 内分泌系统当中 它是起到一个 统领地位 所以我们把这个HGH呢 叫做全生系统的一个 总司令 它统领什么呢 统领着大家看到的 这八大腺体啊 松果体啊 甲状腺啊 甲状膀腺啊 胸腺啊 等等 这八大腺体 它统领着他们 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运作 那同时呢 它还管着 还统领着我们 三大物质 像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物 就我们一天三餐当中 最重要的这些能量物质 它的一个代谢 我们把它叫 全生系统 叫统领 就是HGH 那正因为这个HGH呢 它对我们人体呢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缺乏了 会出现什么状况 那我们就发现呢 如果我们呢 HGH不够的话 不足的话 首先我们会免疫力差 免疫力差的话 就容易生病 我们刚刚讲到了 容易生病就容易衰了 那同时我们还发现呢 它这整个的代谢会变差 比如说血脂的代谢会变差 血脂代谢差的话呢 血管当中就容易堆积很多的垃圾 比如什么胆固醇啊 等等之类的 容易就造成血管堵塞 就会容易发生 血脂血管疾病 那HGH 它如果少的话呢 就会影响我们讲到的松果体啊 它这些重要的腺体 它分泌 它包括呢 分泌褪黑素这样的激素 让人呢 就容易呢 失眠 那么同样呢 也会影响男性和女性的一个 性欲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女性来说 我们讲HGH呢 它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到的生长激素 它也会影响女性的这些 雌性激素的一个分泌 那女性呢 就会容易出现月经的紊乱 同时啊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 它的流失呢 就会加速 那女性呢 它会容易呢 包括男性呢 就会加速 他们的衰老 那还容易呢 出现像更年期忧郁啊 等等的这些精神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林老师刚刚讲到的 缺少HGH 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 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 平常啊 我们自身感受到我们人 哎呀 感觉好像老了 好像不如以前了 不如年轻时候的 这些状态的表现了 所以呢 我们就意识到 HGH的这个重要性 还不够 还要呢 及时地补充 HGH 那其实对于HGH 它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啊 不是我们意识到啊 其实呢 实际上很多人啊 包括很多中外的媒体呢 他们都怎么 意识到了 就静相呢 在很多的媒体上呢 就报道和宣传 像很多的健身教练啊 还有很多的 好莱坞巨星啊 很多的名人呢 都疯狂地去痴迷 这个 这个HGH 那这时候我们要 思考一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提到呢 HGH呢 它是人体的生长激素 那我们补充的话 如果补充的过多的话 对身体有可能 会有不好的影响 那过少的话呢 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那我们希望是什么呀 我们希望是可以 安全 有效地去补充 HGH 那于是呢 Viva的研发团队 就研发了 Viva的BioDermal Activities HGH 它里面呢 含有的是 稀释12倍生长激素的 这个HGH 精华素 那它主要呢 用的原理呢 是顺势疗法的原理 那对于顺势疗法的话呢 因为 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就没有办法 给大家介绍的很详细 我就告诉大家听 顺势疗法呢 其实呢 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 像很多国家 像德国啊 像英国啊 包括像美国啊 这些国家呢 都在广泛的用这个 顺势疗法 那我有印象呢 在英国吧 英国的皇室啊 他们采用的 这个对身体的 这个保养啊 包括身体的一些 疾病的一些治疗呢 他们也都是用的是 顺势疗法 那我们的HGH呢 它就是依据 这个顺势疗法的原理 那么补充这个 HGH精华的话呢 是让我们身体怎么样 我们不是直接补充 这个生长激素 而是让呢 我们的身体呢 根据我们每个人身体的需求 去自然分泌 HGH 这个就你 跟你强行补充 和让你身体 根据你的需要 自己去分泌 你需要的HGH 是完全不同了 那这样呢 又可以很安全 同时呢 又可以很有效的 去发挥 HGH 对于我们的身体 一说对于我们骨骼当中的钙啊 对于我们的骨骼的肌肉啊 包括我们各个内脏器官呢 以及我们吃进去的 各种各样营养素的 这些代谢作用啊 起到很好的一个 统领的 指挥的一个作用 这样可以就帮助我们 很轻松的 去对抗衰老了 那Viva的这个 HGH呢 它不仅仅有这个 我们讲到的 HGH的这个 精华素 这个生长激素 这个精华 那它还有呢 很多的天然成分 那大家看到呢 这个我们这个 图片 PPT上面的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的 HGH里面的 这些天然成分 那很多 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啊 那我就挑一个 大家可能不太熟的啊 挑一个 叫天鹅绒豆子的提取物 那林老师就查了一下 就发现了 这个天鹅绒豆子的 这个提取物呢 它最主要呢 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知道呢 年龄越大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年龄越大的话呢 我们血管当中呢 它堆积的就会越来越多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是什么呢 不要以为 这个血管 这个堆垃圾呢 是到年纪大了才会发生的 实际上呢 我们发现呢 当我们从18岁左右 甚至如果说你 如果这个经常吃得很肥 很油腻的话 有可能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呢 你的血管就开始出现肚塞了 而这个我们讲到的 天鹅绒豆子的提取物呢 它就是帮助我们呢 把血管当中的这个垃圾呢 把它清除掉 同时呢 让我们的血管呢 保持很好的 这样弹性的作用 那它呢 主要呢 还帮助我们呢 就是血管的健康 所以我们发现呢 它可以呢 预防这个帕金森症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 还可以呢 帮助我们呢 抗糖尿病 这个我们减少糖尿病的这个风险 让你看到 我们Viva的这个HGH 不仅呢 有HGH啊 还有这么多的天然的植物营养素 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 健康的益处 那HGH是非常好 那可能有朋友就想 哎呀 我买了它了 我买了到马的手了 但是呢 我不太懂怎么用 那林老师就教大家怎么用 那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建议呢 是每天两次 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使用啊 每天能使用呢 两次 每次用的时候呢 用挤压两次啊 它那个乳霜 因为我挤压两次 就是每次使用的这个量 那记得 因为呢 HGH呢 是外用的 那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呢 先把你的皮肤呢 清洗干净 擦干 然后呢 按摩一下 按摩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让这个局部皮肤啊 它的血管呢 就是怎么呢 把它抹身了 这样的血管呢 流畅呢 更加的这个通畅的话呢 你的这个乳霜 这个乳液 我们的HGH呢 它吸收就更好 那我们的HGH呢 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告诉大家 你使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包括我们的脸 那包括我们的各个关节 包括我们的这些颈血管的 这些部位 都可以用 那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您自身的感觉 就是一个全面提升的一个感觉了 那我把他的感受呢 放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那这个朋友呢 他用了这个HGH呢 他用的是大概 半个月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他就感觉呢 整个人就心情的很舒服 没有那种很慌的感觉 然后就发现了身体的各个技能呢 都提高了 那同时还发现了 他睡得特别的好 睡得特别 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会增长 那同时呢 他还发现他工作的时候呢 注意力更集中 这个是他用了HGH 半个月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身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这个感觉 是不是和我们很多朋友 都希望得到的这个感觉啊 那大概用了一个月以后呢 就发现 不仅是这个身心的感觉变化了 睡眠的感觉变化了 他还发现他整个人啊 就照镜子就发现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比以前 整个人看上去身材呢 更加的匀秤了 体质更加的精壮 那就发现 他身体的这个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呢 是趋向这个平衡的 那同时因为他也用在脸上呢 就发现了 他脸部的这个皮肤啊 包括身体的这些皮肤呢 他更加的紧致 而且呢 细纹呢 出现了一个淡化 那这个呢 是我们讲到 他用到的这个感受 好 那我们来再接着往下来看一下 那对于HGH 先跟大家讲一讲 那市场上的这个HGH的产品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Viva的HGH呢 它的这个优势是在哪里 那这是一个我们做 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 就三个HGH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Viva的HGH的 就三款产品的一个对比 那我想现在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产品对比呢 不是我们Viva公司自己做的 是第三方的做的 那第三方做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 它会更客观 更公正 那从图上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两款竞品呢 跟我们Viva的HGH呢 一起做比较 那么那两款呢 它都是凝胶 一款呢 是稀释了12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个小小的一个框框 它有个解释 一款呢 是稀释30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曲线 那最下面的这条曲线呢 我们看到是橙色这个曲线呢 它是稀释30倍的 我们看到它的吸收率是最低的 吸收率呢 仅仅为每毫升4纳克 那Viva的产品呢 我们的HGH呢 它的吸收率呢 是每毫升60纳克 比它高出了15倍 那中间那条线呢 就中间那个呢 是稀释 同样的 也是跟我们一样 是稀释12倍的 但是呢 它的吸收率呢 仅仅是每毫升8纳克 那我们的HGH Viva的HGH呢 它的吸收率呢 是它的7.5倍 您看 光从这个吸收率的 这个比较 您就可以看到 Viva的HGH 它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与竞品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对比 那这里呢 林老师呢 就挑了一个 在市场上卖的比较火的 也是喊得特别响的 一个新X-MIM 这个HGH凝胶 这次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凝胶跟我们这个乳霜的不同 那我们经过研究就发现呢 乳霜的它的吸收更快 吸收利用更快 那凝胶呢 更慢 那同样 这个表呢 也是把这两款产品呢 从价格啊 到成分啊 很多的信息 都放在这里 做了一个比较 还是记得林老师 刚刚教大家怎么看的 就我们要比较 两款产品的优势的话呢 首先要看它的 关键成分 那我们看到呢 和关键成分的话呢 我们是 我们的主要成分 HGH的成分呢 主要是 Symmetrafin 12倍 那比对方怎么样 要高 我们要高 我们的吸收率呢 比它高 15倍 那它呢 是稀释 30倍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稀释的浓度 是特别稀 大家想想 它稀释了30倍 那你用到身体 它究竟能吸收多少 这个我们真的很难预估 那我们呢 是稀释12倍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Viva的HGH 它的价格呢 是更实惠的 那您看一下 这个不笔 不知道 一笔 吓一跳 那如果我们的Viva家人 你是有至尊卡的话 你会发现 有至尊卡买的 更加划算 现在听说 还有促销活动 那记得赶紧行动起来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HGH呢 它是我们破解衰老之谜的 第二个密码 第一个密码是什么 第一个密码是NN 它是从细胞的层面上 帮助我们抗衰老的 那我们破解衰老的 第二个密码呢 就是HGH 它最主要呢 是帮助我们平衡 我们人身体整体的激素 让我们各个系统呢 恢复年轻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出现衰老的第三个方面 这第三个方面呢 它主要呢 是跟身体的各个功能 这个系统啊 它的功能变差 修复变慢 是有关系的 其实呢 我们人体呢 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机器 我们的自身呢 其实它有很好的 刚刚也讲过了 有很好的一个 它细胞修复啊 包括啊 运转啊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白天呢 是需要更高效的 发挥身体的各个技能 例如早上 早上呢 是大家这个 比如说早上十点 我们来看一下啊 早上十点呢 是我们大脑 这个注意力最集中 也是大脑零零度最高的时段 那这时候呢 你学习的话 注意力最集中 工作的效率呢 是最高的 那晚上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身体 修复的最好的时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上面啊 其实呢 这个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啊 褪黑素啊 就是帮助我们促进睡眠的 这个褪黑素就已经开始分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快入睡了 让我们的身体呢 开始修复的过程 你会看到 这个睡眠呢 对我们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正因为如此啊 我们人呢 一辈子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都在睡眠当中是度过的 可是您会发现呢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 是特别快的 我不知道在国外怎么样啊 在国内呢 经常有一个我们讲到 说你是996家 你是996的 996足的 什么叫996呢 待会也会提到的啊 996 996呢 像我们正常呢 讲的是朝九晚五啊 但现在呢 朝九晚五 然后呢 一周呢 休息两天 就是工作五天 但实际上呢 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呢 现在是996 就是从早上九点 工作到晚上九点 每一周 只有一天休息 就是连续工作六天 叫996 李姨老师也是996的 那你会发现啊 现在有很多人 他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工作压力呢 是很大的 所以呢 他的睡眠质量呢 是特别差 那有个数据告诉我们听 那么全球有近 百分之三十的人呢 他是有睡眠障碍的 那我们有睡眠障碍的话呢 就容易导致我们身体 没有办法 很好的及时修复 这样我们白天的工作 和学习呢 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那Viva呢 就考虑到我们现代人的 这样的一些特殊需求 同样秉承着 人无我有 这样的一个宗旨 创新研发了 冠心疏宁 那他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全新的配方 那他里面呢 非常的安全 他有人造的色素啊 没有大豆 他全天然的 没有过敏源 也没有乳制品 他不是转低音的 也是全素的 所以呢 他的这个适合的人群 是非常的多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里面呢 还添加了我们人很需要的 就人体需要的 很多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 包括呢 益生菌 那除了这些 给大家听 看一下我们Viva的 幻星 幻星这款产品啊 它里面呢 还特别添加了 月局提取物 因为呢 尹音老师呢 以前的这公司呢 有这个月局的这个产品 那尹音老师就知道啊 月局呢 它最主要 对我们的眼睛是特别好的 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 你想现在呢 这个电子产品用的 非常广泛的时候的话呢 月局提取物呢 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护 是特别的重要 那同时 在我们的这个幻星当中 还加了一个很重要的 叫高利生提取物 那高利生提取物呢 它最主要是 对于我们大脑健康的 它可以呢 让我们大脑的这血管呢 血流呢 更加的通畅 减少阻止 这样的话我们大脑运转 就很顺畅 我们思考问题起来呢 就非常流畅 不容易出现坎坷的一个形象 而且高利生提取物呢 还可以帮助 我们的肝脏 那还有一个呢 加的是什么呢 牛黄酸 其实牛黄酸也是现在 非常火的一个 包括很多的一些产品啊 一些什么代产里面 都加了牛黄酸 但是呢 那在我们的换心当中 我们加牛黄酸的目的呢 主要是两个 一方面呢 我们发现呢 牛黄酸是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免疫力的 那同时还发现 它可以改善记忆 那这对于我们平常工作 非常繁忙的人来说呀 压力特别大的人群来说 这些成分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很好的激发 我们的身体的潜能 去应对各种挑战的 那讲完了换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苏宁 一看到这个名字呢 大家就知道了 苏宁 苏宁 是让我们怎么样 整个人变得非常舒坦 舒服和安宁的 那在我们的苏宁当中 我们特别添加了 叫蜜蜂花提取物 那林英老师也是第一次 听说这个名字啊 蜜蜂花提取物 那你就发现呢 它呢最主要呢 是起到一个 可以镇静的作用 那我们很多人呢 平时啊 碰到问题的时候 特别容易急躁 特别容易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晚上 用上苏宁的时候呢 它可以舒缓 我们一天紧张的 这些神经 让我们焦虑的心情呢 安静下来 让我们减轻焦虑 那同时在这个苏宁当中 还添加了 西翻联提取物 那西翻联提取物啊 它不仅仅可以帮助 我们自然的入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是刚刚我讲到 很多朋友困扰的一个 就是它很难 进入到深度睡眠 那西翻联的提取物 就是帮助我们 进入到深度的睡眠 你进入到了深度睡眠 我们刚刚讲到 像HGH啊 这些呢 它的利用啊 分泌才能达到 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还有包括 其他的这些成分 好 那我们刚刚呢 给大家呢 突出介绍了 这个幻星树林当中 那些特别的成分 大家看到了 这些营养素啊 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等等这些特别的成分 那其实说句实话啊 幻星树林当中的成分呢 不仅仅是这些 那对于幻星树林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目的啊 不是说单纯的 加各种各样的成分 加越多越好 不是的 我们添加的每一个成分 是有目的的 我们添加的成分呢 是组合成各种组合 来发挥一个集团的效应 什么叫集团效应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课件的PPT 你会看到这是幻星啊 我们的幻星 幻星里面呢 它的各个集团菌 这集团菌呢 有比如说 有专门是健康内脏功能的 这样的集团菌 那里面有好多成分啊 是帮助我们健康 就是让我们的内脏呢 保持更好的健康状态的 那还有呢 免疫系统 消化系统的这个支持 那其实呢 在幻星和树林当中 这大部分的集团呢 都是一样的 那唯独有两个集团不一样 那像幻星当中 我们额外添加的是 ATP能量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呢 吃军性食物啊 它转化成为能量的 效率增高 让我们随时保持 充沛的精力 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在书宁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 就所有的大部分的 这些集团军啊 这些组合配方 都是一样的 唯独不同的是呢 苏宁当中 加进了 宁静睡眠配方 那让我们每天晚上呢 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入睡 不仅入睡 而且呢 还能让我们达到 深度睡眠 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才能够真正的 得到很好的修复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幻星书宁 是特别的好啊 那它的名字呢 一个呢叫refresh 一个呢叫relax 然后呢 我们就把他们这两个的 名字的首要字母呢 把它体验出来 把它叫R2 大家有没有觉得 R特别的熟呀 是不是也是那个 汽车品牌当中 劳斯莱斯的 它一个简称对吧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的Viva的 幻星书宁呢 把它叫做膳食补充剂 当中的劳斯莱斯 那劳斯莱斯呢 它它最大的特点 除了是手工建造之外呢 制造之外呢 它的特点是精炼 恒久 聚细无疑 那同样 我们的Viva家人 用上了我们Viva当中的 劳斯莱斯 幻星书宁的话 我们不仅呢 可以开开心心的 活到100岁 而且还可以保持 跟劳斯莱斯一样 同样的性能 性能非常的优质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幻星书宁 那幻星呢 是帮助我们 天活力 从容应对 996 从早上9点工作 到晚上9点 一周 一周啊 工作6天 你依然保持 依然保持 充沛的活力 那书宁呢 是让你睡得香 每一个 未晚的家人 都可以重温 婴儿梦 那R呢 就是我们 破解衰老的 第三个密码 它可以白天 提升我们身体 各个系统的 运转的效率 那在晚上的时候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 全面的修复 和维护好 我们身体的机能 这样啊 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轻轻松松 充满活力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 介绍了我们 Viva的三款的 抗衰老的产品 有没有觉得 信息量很大 记不记得住 那这样呢 玲玲老师呢 就帮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这三款 产品它的一个特点 那首先呢 Viva的NNN 能不能让我们的细胞呢 保持健康 细胞健康 人健康 就像我们的 汽车零件呢 天天得到保养和维护 那Viva的HGH精华素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自己 自然的分泌生长激素 帮助我们调节 平衡我们内分泌 保持轻生活力 就像我们给汽车 调配好了 最优化的发动机 传动系统 制动系统等等 那Viva的R2 这个换星舒宁呢 它是帮助我们提升 整个身体的运转效率的 这就类似于 给我们提升了汽车的 这个电脑智能系统 那让这个汽车 加速提升动力时 即刻提升 到了晚上呢 这个高级的智能系统 R2系统呢 还可以让 在让这个汽车啊 在休息的时候 马上得到最好的维护和保养 R2是个高级的智能系统 所以您会发现呢 今天我们介绍的 三款抗衰老的产品 NNN HGH 还有R2 跟我们其他的Viva的产品呢 是一样的 不仅呢 可以让我们健康家 美丽家 快乐家 更重要的是 这三款产品 强强联手 一起来发挥作用 让我们把这些美好的 美妙的状态呢 保持得更加的长久 那还在犹豫的家人们 赶紧行动起来 您会发现 您拥有了Viva 您的人生 会变得与众不同 Viva的家人们 今天的直播 到这里结束了 林老师呢 在上海呢 跟大家说再见啦 我们一起携手同行 祝梦威瓦 拜拜